我們這次geven了一條式 就是y等於ax的五次方 再加bx的三次方 再加cx 然後再加d 然後下面有一些條件 我們一起看看 第一個條件就是當x等於0的人 我們首先研究一下這條式 當x等於0的人會變成怎樣 y這塊就等於a乘以0的五次方 代過x等於0 那也就是0 加b這個次方不用了 這次又是乘以0 再加c 這個又是乘以0 然後再加d 他講到之後這條式還沒完 他就講到y等於-3 那即是這一條式等於-3 那我們知道一塊東西乘以0的人 那即是這些東西沒有了 這些東西消失了 那整條式呢 我們就剩下一個最關鍵的訊息 那就是剩下一個d 那當x等於0的人y 那這些term就沒有了 那就剩下一個constantterm 那就是這個d 那第一條式就告訴我們 d呢 就等於-3的 就是這個東西 那然後我們就看一看第二個條件 那第二個條件呢 就講到x等於-5的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 那當x等於-5的人 這條式又會變成怎樣呢 那我們就代了 x是-5 這個東西乘以一個-5的五次方 加b 加b 乘以一個-5的三次方 加c乘以一個-5 然後再加d 那我們 神組就已經知道d等於-3 那我們這次直接就代下去了 d等於-3的 那這塊東西呢 這塊東西呢 這塊東西是等於9的 那下一步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看到呢 x剛巧這一條式裡面呢 x的次方 那分別就是1 這個沒有寫就是1 就是1次方 3次方 和5次方 那這些單數次方有什麼特別呢 那 講的就是 當如果x上面的次方是單數的話呢 那我們代入x是一個負數的人呢 那這個負數呢 就可以被直接抽出來的 那一個具體的例子 我用第一個term來講 a乘以-5的5次方 那你又可以寫成是 -a乘以-5的5次方 那就是說呢 這個符號呢 是可以這樣鑑收 鑑粗地被人抽出來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符號呢 就包含在一個單數次方裡面 那這個case就是5了 那如果它是雙數次方 那譬如4次方啊 8次方啊 10次方這樣 那就不work的 為什麼呢 那因為 剛巧在括回裡面的符號呢 那就符符得證 全部cancel了 那就沒得被人抽出來的 那但是這次是單數次方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所以呢 如果是單數次方的話 那這一條式呢 就會變成這樣了 第一個呢 就是-a乘以5的5次方 第二個呢 那我寫回這個加在這裡了 第二個呢 就是-b乘以5的3次方 再加-c乘以5 那這塊東西等於什麼呢 我把這個constant term 踢到旁邊了 那這塊東西呢 就等於12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寫成一條這樣的顏色呢 那麼 我們對於一條代數式前面的一個符號 可能就不是太容易掌握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不如就把這條式的符號呢 就一次過踢到旁邊了 那這條式呢 就變成-a乘以5的5次方 加-b乘以5的3次方 加-c乘以5 那之前說過 把這個符號踢到旁邊了 那這塊東西呢 就等於-12了 OK 那我們這麼辛苦 就有一條-a乘以5的5次方 加-b乘以5的3次方 加-c乘以5 這一塊東西 那... 有什麼用呢 那... 那... 源於... 搞這麼多東西呢 就是因為 我們這次的這條題目呢 就問當x等於5的時候 y的值是什麼呢 那... 首先我們研究一下 當x等於5的時候 那... 這一條式又會變成怎樣呢 那... 當x等於5的人呢 y就會等於... a乘以5的5次方 加-b乘以5的3次方 加-c乘以5 那... 再加-d 咦... 那...你看到我刻意寫在這條式的下面 那你就知道 那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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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... 整條式呢 當x等於5的人呢 y... y... 就變成等於... -15 啦 那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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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...